電影好選擇 麗澤今天來跟大家一起討論亮點分析的就是這部恐怖片 安娜貝爾 造孽 我是恐怖咖 所以絕對不會錯過任何一部恐怖片喔 英文片名叫 Annabelle Creation Annabelle當然就是她的名字囉 Creation其實是創造的意思 片名由來到底是什麼呢 等一下你聽我分析就知道了喔 我先來簡單劇情簡介一下 其實劇情是在講 有一對恩愛夫婦跟他們的獨生女主在郊區豪宅當中 爸爸是專門做手工娃娃的大師 這豪宅應該就是好生意賺來的喔 一家三口本來看起來幸福美滿 不過7歲小女兒安娜貝爾卻突然出車禍身亡 讓夫妻兩個根本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他們開始求助邪靈 希望讓女兒回到身邊 沒想到欸 這個女兒雖然看似真的回到身邊了 而且當時 安娜貝爾是請求能夠附在她爸爸的手工娃娃身上 所以後來這個娃娃才會叫做安娜貝爾 但沒想到回來的不是她們的小女兒 而是惡魔 然後接著有一群孤兒院的女孩們就住進她們家裡 然後不小心把封存的惡魔又放了出來 接下來故事就是一連串的恐怖靈異事件了 不過其實真實生活中的安娜貝爾娃娃 故事完全不是這樣的喔 雖然一開始兩個娃娃本身都是一個很普通的娃娃 但真實的安娜貝爾長的是這樣的 其實還蠻可愛的 因為她根本就是一個量產商品 這是 Raggedy Ann娃娃 其實 Raggedy Ann跟 Raggedy Andy是一對兄妹娃娃 但她們是美國作家約翰格魯勒筆下的畫作 就是她本來是童書人物 可是後來有量成成真實的娃娃商品 所以她根本不是什麼客製化獨特的娃娃喔 那麼總之這個娃娃在過去其實是拓手葛德的商品 所以在70年代就有一個叫唐娜的女大生 她得到媽媽買來的這個 Raggedy Ann娃娃當生日禮物 當然這是平凡無奇的商品嘛 所以她就帶著娃娃一起住在大學的宿舍裡面 然後當時還有一個室友 接著她跟這室友兩個人 就開始覺得娃娃怪怪的 因為一開始沒有非常明顯 只是她們覺得去上學之後回來會發現 娃娃擺放的位置跟姿勢好像會有一點點的不太一樣 但她們一開始只是說服自己應該是種種巧合而已 只是後來越來越誇張 像有時候你早上出門的時候是把娃娃躺放在床上 但是晚上回來的時候竟然會發現娃娃是坐在沙發上的 所以她們就覺得越來越毛 不過並沒有是真的什麼太危險的事情發生喔 只是就是娃娃會自己好像動來動去 後來她們也會開始在房間的小角落 撿到一些羊皮紙的小紙條 上面會寫Help me 就是求救訊號 救救我之類的訊息喔 但是很詭異的是房間裡面根本就沒有人擁有這種羊皮紙 所以她們也一直在想到底這些紙條是哪裡來的 那有一天最詭異的是唐娃從學校回來之後 她就發現娃娃手背上有一些紅色的液體 看起來很像血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而且好像是娃娃身上流出來的 所以她真的覺得太毛了 就去找通靈專家來問 結果一通靈之後就發現原來在宿舍建成之前 這裡有一塊空地 然後那塊空地就是有一個 就叫做Annabelle Higgins的7歲小女孩被兇殺 然後當時屍體就是在這個空地被找到 但這個Annabelle Higgins的靈魂其實一直沒有離開 在這個地方成為孤魂野鬼 所以看到這個娃娃就附身上去 而且小女孩還表明說她很喜歡這兩個大姐姐 希望能夠跟在這大姐姐的身邊 因為她知道兩個大姐姐是念護理系的可以保護她 那沒想到美國人真的就是老外膽子真的超大的 聽到這樣的故事反而還起了同情心 覺得Annabelle很可憐 所以還同意讓Annabelle留在她們身邊喔 但沒想到厄運就開始了 不僅是怪事連連 厄運連連 就連唐娜的未婚夫都做噩夢被Annabelle娃娃追殺 而且醒來之後身上還真的有血痕喔 就在她的胸膛上有四條 肚子上有三條 所以這對室友就覺得真的不能這樣下去了 就找來神父 求助神父 然後神父再間接去找到這對華倫夫婦 他們是當時非常 到現在都還是非常知名的 Paranormal Investigator Paramoral這個字就是自然現象 超自然現象的意思喔 那Investigator其實是偵探的意思 所以這個專有名詞就翻譯成超自然調查員 他們是好像有教廷認證的超自然調查員 總之這對華倫夫婦就幫忙收服了Annabelle娃娃 而且帶走了這個娃娃 但是這對夫婦就曾經說過 這個娃娃真的是他們兩個所收藏的 他們有一個Occult Museum 就是Occult是難以理解的神秘的超自然的 Museum當然就是這個博物館喔 所以就是他們家有一個神秘博物館 裡面存放了很多就是到處去收藥消磨 就是一些不吉利的東西大家平常不敢擺放在家裡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華倫夫婦就會很慈悲的把這些東西帶走 然後幫大家收藏 就是還會請這個神父來就是定期會祈福 那總之在這個他們家的神秘博物館裡面 Eccult Museum裡面 就最閒門的東西就是這個Annabelle娃娃 那因為他們在受訪的時候就曾經講過說 先前他們在把這個Annabelle娃娃從這個大學生的宿舍 就兩個女大生的宿舍帶回他們家的收藏途中 因為他們自己開車 一路上真的是車況連連 就是不是什麼那個什麼 油門就突然踩不動啊 然後一直卡卡就是包括連煞車都一度卡卡 害他們差點出車禍 總之回家之後他們就覺得非常驚險 就是這個娃娃真的很靈異 那還有他說曾經有一個他們的朋友也是一位神父來家裡參觀 結果就對這個娃娃不太禮貌 就是還丟這個娃娃 沒想到神父在離開的路上就出車禍了 然後那個神父親口告訴這對華倫夫婦說 他為什麼會出車禍是他開車開到一半 他覺得車子後面有怪聲音就一看後找警 竟然看到Annabelle娃娃 所以他嚇到才會失控去撞車 那除了這個神父發生的靈異事件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年輕人 也是到這對華倫夫婦家的這個神秘博物館去參觀 他看到那個娃娃 因為其實那個娃娃外觀真的平凡而無奇 而且我說過它是一個量產商品 所以這個年輕人就對這個娃娃大不盡 就是一直用手去敲那個收藏的玻璃 然後還說他騙人的騙人的有種來找我之類 就是繞一堆狠話那種鐵齒狠話 沒想到年輕人是騎摩托車離開的 離開之後就立刻車禍神亡 然後總之無論這些是巧合也好 還是真的有靈異也好 都是華倫夫婦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所講出來的故事喔 所以大家心存敬意聽聽就好 但就是因為這些靈異故事 也成了好萊塢熱門的拍片題材 所以我個人真的覺得瘟子仁好厲害 是好萊塢的搞鬼第一把交椅 因為他本身是亞裔所以他非常熟悉東方人害怕的恐怖元素 那就是那種虛無飄渺難以捉摸 沒有形體來無影去無蹤的那種阿飄形象 靈魂形象的東西 但是西方人害怕的東西跟東方人是不一樣的 西方人會害怕的是會攻擊人會傷害的怪物型妖魔 那他把兩者加在一起真的就所向無敵恐怖至極了 所以在安娜貝爾第二集裡面 我們前半段看到的其實都是沒有形體的 就是類似阿飄形象 例如可能就是利用光影陰影黑暗處 或者是那個詭異的氣氛奇怪的聲音 腳步聲等等反正你都看不到影子 這個部分是讓我覺得非常害怕的 但是後半段開始 當安娜貝爾娃娃本尊現身之後 而且他會開始攻擊人 例如他會去抓人伸手突然出來抓人 或者是會把人拋飛 就是突然騰空飛起來 啪被中摔去撞牆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橋段其實是 在西洋的恐怖片裡面常常看到的安排的劇情喔 所以其實到這一部分來講 我已經不是非常的怕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西方常見的橋段 其實無外乎就是這些 而亞洲的恐怖片裡面的角色 我們看到的死法通常不會是殘死 不會是就比如說支離破碎啊 血肉模糊或是噴漿之類 東方的恐怖片裡面 死法通常都是自殺身亡 要不然就是死因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一臉驚恐被嚇死的樣子 那其實這樣的安排更能夠增添觀眾自己的想像空間 能夠讓觀眾自己嚇自己 所以我覺得後半段開始我沒有那麼的害怕了 但其實平常心講他氣氛還是相當詭異 節奏掌握得非常好很緊張 音效也很刻意的嚇人很成功 只是說因為我實在是太愛看鬼片了 很多鬼片我都看過 所以我也蠻會猜劇情的 那當然是因為姊姊有練過 所以我相信一般人在後半段 還是照樣會覺得很恐怖 整體原因我覺得他就是一部非常成功 讓東西方觀眾都會很驚恐的恐怖片喔 那最後還有片尾跟彩蛋分析 因為我覺得恐怖片有彩蛋真的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安排 因為前提是要續集夠多才有辦法做彩蛋喔 反正現在大家都是要仿效超級英雄片就對了 都要推出宇宙 所以我看得出來瘟子仁也在創造自己的 華倫夫婦故事為題材的恐怖靈異宇宙 畢竟這對夫婦他們收養降魔的經驗高達上萬件 所以如果通通分集來拍的話 真的一輩子都拍不完喔 那總之電影裡面有很漂亮的貫穿 麗英宅跟安娜貝爾 這兩大系列其實都是 不是瘟子仁自己導演的 至少就是他是兼職他是製片 那剛剛我們講了前面真實的安娜貝爾 其實你已經有看到了就是這種這個 Raggedy Ann娃娃 先前在安娜貝爾第一集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覺得導演創造了一個安娜貝爾的恐怖形象 其實跟真實的生活中的安娜貝爾差很多 應該只是目的是為了要嚇人把它做得比較恐怖 沒想到在這個版本也就是安娜貝爾第二集 我們就看到兩個娃娃巧妙的串聯起來 因為其實就是在電影的最後 我們可以看到仲邪的小女孩被安排給一戶 看起來就是人很和善的夫婦給收養 而且夫婦見到他們的第一個見面裡 就是這個真實生活中的Raggedy Ann的娃娃 那結果沒想到這個仲邪的小女孩長大之後 邪性大發莫名其妙的殺害了自己的養父母 而且兇殺過程還全程被隔壁的鄰居目睹 而這對鄰居就是安娜貝爾一裡面的主角 也成功把兩集看起來好像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串聯起來 而且把娃娃兩個娃娃的創造過程 這就是creation有沒有就是呼應了電影片名 講述的非常完整 那我覺得更漂亮的地方就是安排 把現實生活中的這個安娜貝爾娃娃 跟電影裡面這種恐怖版的安娜貝爾娃娃 串聯成第一代跟第二代 我覺得這是很有創意的安排 所以不只是creation還very creative creative就是很有創造力很有創意的意思喔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彩蛋還有在劇情裡面 有個照片裡面就是看到修女A 她在羅馬尼亞的修道院裡面 有跟一群修女快樂的合照 不過在邊邊角角邊有一個看起來乍看之下還看不太到喔 因為她跟背景一樣黑成一團 裡面有講到她叫做羅莎修女 那其實在電影裡面沒有對這個羅莎修女的背景故事有太多的描述 但是重點在片尾的時候你就看到羅莎修女又冒出來嚇人了 如果你沒有看過莉英宅第二集的話 一定會覺得這個片尾怎麼無煞煞的 只是下個人而已就沒了嗎 其實不是 羅莎修女應該就是莉英宅第二集 我相信看過的人應該都有印象 就是裡面的惡靈修女 那當時華倫太太最後是高喊出惡靈的名字 叫瓦拉克Volok Volok其實是一個掌管地獄的惡魔 那當時華倫太太高喊了瓦拉克的名字之後 這個惡靈修女看似就被擊退了 只是這位陰森森的羅莎修女 她怎麼會變成瓦拉克呢 怎麼會被瓦拉克附身的過程 電影完全沒有講述到 既然出現在這次安娜貝爾第二集的片尾可見 這就跟Marvel的超級英雄片埋片尾梗的意思一樣 就是在預告你下一集的莉英宅 也就是林宅第三集 我們應該就會看到這位羅莎修女的恐怖故事啦 所以恐怖迷可以好好期待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亮點分析 希望你會喜歡記得敲下訂閱鍵 就不會錯過立喆任何的亮點分析囉 我們下回再見了掰掰 我感覺到一個不同的樣子 我感覺到一個不同的樣子 我會有一個不一樣的一位 我會有一個不一樣的一位 請不要招待我的天空 I'm going to die